今天的领恩会 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不忙来参加这一次的圣会 愿主耶稣赦领祝我们大家 我们想看几端圣经 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祷告会要用 从主耶稣在克西玛尼远的祷告 跟我们大家分享 我们知道祷告就是我们人跟神在灵里面的交通 说是在那个属灵的隐秘处来寻求神 从来祷告是我们在灵修上最重要的事奉 祷告也是我们最直接能够蒙神恩典的方法 古书的选民他们要常常献祭烧香 所以那个香气会一直地达到天上神的面前 好像挪亚在风水以后啊 把那个圣洁的祭物献上去 那这个神就很喜悦 那神就赐给人更多的福气 那神还发誓做 我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世界了 他说这个祷告也好像烧香一样 会一直地达到神的面前蒙纪念 主耶稣虽然是道成乐神来到世界 那时候我们知道 祂能够成为一个人 为着要完成祂在世上的工作 所以祂很重视祷告的生活 所以祂有时候一大早就到野地的帝王去祷告 有时候晚上啊整夜的祷告 有时候在工作忙碌的时候 祂又跑到山上去祷告 所以主耶稣一生当中充满着很多祷告的生活 最后一次在克西玛尼恩的祷告 那这是他整个祷告当中最感动人的 然后我们从克西玛尼恩的祷告 我们来学习几点属灵上的教训 我们看马可福音十四章 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六节 十四章三十六节 祂说阿爸父啊 在你凡数多呢 求你将这个杯凑去 然而不要从我的义势 只要从你的义势 主耶稣要完成救人的工作 所以祂带着门徒到克西玛尼恩在那里祷告 祂在这里向天父祷告说 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 祂就让祂信心的祷告 祂知道说天父是凡事多难 圣经里面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 我们第一个就是要有信心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 要相信神的存在 神的能力 相信神的话带着权柄 相信一切美善 都是从神所赏识的 所以就是我们对神应该有的信心 我们从古圣徒啊 他们在信心上 真的给我们留下很多好榜样 好像挪亚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说在当时的世代神发现说挪亚是一个义人 所以神就指示他有关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这些事情啊都还没有实现 还看不到 但是挪亚一听了神的主事以后他就动了敬畏的心 他相信神所讲的话是绝对的 所以将来啊这个当代的世界啊神要把他毁灭掉 那所以虽然在一般的环境来讲啊 看不出有风水要毁灭的真相 但是他只凭着神告诉他的话 他就确信 所以他就照着神的主事就开始造荒州 这一段时间啊他大概经历了一百二十年 他的信心没有改变 他把荒州造好了 全家就进到荒州 人神就把那个门关上 洪水就来了 世上的人啊虽然看到他造荒州一百多年啊 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相信 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古圣徒 主他们那一种信心啊很操懒 主凭着神的话他们就相信道地 像亚伯拉罕女士啊 他们本来家乡是拜五相的地方 神主是告诉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主 我要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亚伯拉罕听到神的话 他就跟着神的脚步走 离开家乡的时候说他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但是他就听从神的话 相信神的引导跟带领 然后神带他来到迦南地 神跟他讲说我要把这一块地赐给你 事实上他一直活到一百七十五岁 离开世界没有得到那一块地 但是他对神的应许没有失掉信心 在四百多年以后啊 他的祖孙得到那一块地 但是他不只是寄望地上的迦南地 从他凭着信心啊 盼望到天上更美的家乡 因为他知道人生在世界是距离 距离啊 克里的生活 所以说啊 神啊 与亚伯拉罕的信心啊 感到很荣耀 他在天上为他们预备了 宇宙永远不见动革 所以信心啊 就是照着神的话 那个看到那个位 还没有发现 没有看到的事情 虽然你眼睛还没有看到 还没有实现 但是因为信心啊 你有很肯定 清楚地把握就是这样子 说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信心啊 我们的祷告就能够有功效 我们看马可福音11章 二十四节 马可福音11章二十四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 还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 主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这里讲到说这个信心啊 就相信你的祷告啊 实现了 你相信说已经得到了 就能够得到 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 神是信实的神 所以我们凭着信心啊 一点不宜货的祈求 讲起来我们的信心啊 很难达到这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 加在我们的信心 好像一个孩子生病啊 他的爸爸来求耶稣 他跟主耶稣讲说 我这个孩子生病啊 让我很难过很辛苦 那你如果能够做什么的话 求你可怜我们 帮助帮助我们吧 主耶稣说啊 在信的人凡数都能 不是耶稣有没有能力 而是你有没有信心 你如果有信心的话 在神凡数都能 那这个父亲马上说啊 主啊我有信啊 但是我的信心不够 求祢帮助我 我们信心不足 我们求主帮助 当然 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就必然得到实现 当大马虹的人 求耶稣说 你若肯的话 我就能够得到医治 主耶稣说 我肯啊 你洁净啊 血肉的妇人说 我主要摸到耶稣的衣上 我的便会得到权利 啊真的实现啊 他说耶稣称赞他说 忽然啊 你的信心救了你 这个信心的祷告很重要 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四十一节 二十二章四十一节 于是离开他们 也有扔一块石头那么圆 跪下祷告 四十二节 说父啊 你若愿意 就把这个杯撤去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识 主要成就你的意识 这主耶稣第二个祷告的榜样 就是顺服的祷告 他知道说要承担世人的罪 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 这是一个很难承担的苦悲 所以他想到说要为人类受苦受显华 所以他就惊恐起来 他的心里啊极其伤痛 所以他就祷告说 父啊 可以的话 求你把这个苦杯拿掉 也就是说你如果还有办法 能够让人从其他的妄法得拯救的话 不要让我喝这个苦杯啊 求你把这个苦杯拿掉 因为他主导说这个苦杯很难承担 那他又说啊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识 只要成就你的意识 虽然在他想啊 如果能够有方法 不要喝这个苦杯最好 但是如果天父一定要他尝尽苦杯的话 他也愿甘愿的乐意顺服 所以他说不要照我的意识 就照天父的旨意啊 所以这个顺服神的旨意啊 非常重要 扫罗王啊 神曾经叫他 愤怒他一些使命 说那个亚玛利人啊 你们在旷野的时候啊 那亚玛利人来都把那个跟不上队伍的 受众的就把他们杀掉 不让他们进天国 进迦南 亚玛利人一直都是跟以色列人作对要消灭他们 那神说啊 你去跟亚玛利人打仗 把他们的百姓杀掉 把他们的牲畜也杀掉 啊 免得为以色列人留下腹饭 那扫罗就去跟亚玛利人打仗 而且打圣仗啦 那扫罗啊 就说啊 那个百姓杀掉啦 就把王就留下来啦 把摄罗的牛羊杀掉啦 把佛德留下来啦 他还先出来了以后 他扫罗还很大声说啊 哇 神的命令我都遵守啦 沙木耳说啊 我怎么还听到有牛羊在叫的声音呢 啊 扫罗说啊 这是百姓说啊 这个比较灰的啊 留下来来献祭给神啊 那是说的 我统统把他们杀掉啦 哈 扫罗就 撒罗尔就对他说啊 说神说啊 你没有听他的命令 所以神也愿祭你做王啦 啊你的王位不久啦 而因为神喜悦 人听他的话胜过献祭 听命胜过献祭 他顺从胜过公羊的自由 所以扫罗啊 听神的话主是听一半 因为他没有顺儒的心啊 过来神就不要他做王啦 所以圣经里面说啊 神把圣灵是给那些啊 顺服他的人 啊 借着圣灵把神的慈爱 跟各样的恩典啊 也是给人 所以顺服的人啊 就能够蒙神施恩 那我们如果我们所祷告的 都能够和神的旨意 如果没有一件得不到的 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啊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哎这样比较好 但是事实上我们所看的好 不见得是真正的好 我们要去想神认为什么样最好 啊就一味的顺如神的旨意 讨神喜悦 啊就是我们要蒙恩的第二个祷告 我们再看路加文二十二章四四节 刚刚这个四三节说啊 因为主耶稣有顺如的心 啊所以啊 神就派天使加添祂力量 啊真的要完成神的主义不容易 啊但是如果我们甘心顺福啊 神就加给我们力量啊 啊让我们能够胜过 我们看二十二章四四节 二十二章四四节 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 汉诸如大血滴,滴在地上 这里讲到主耶稣的祷告是一种肯切的祷告 他说为着要承担这个苦悲啊 啊真的很难 所以他就流泪哀哭啊大声啊的祷告 因为这个是关系到那个生命的问题 所以他就肯切的祷告 他说汗啊流下来好像大雪滴一样滴在地上 啊所以西伯来诗第五章里面就说啊 主耶稣借着哀哭啊大声的祷告 啊所以他的祷告得到神的应许 啊因为神是能够救他免离死的神 所以啦弱体虽然死啦 神没有让他把他呸在阴间 啊神的大能啊让他能从此理由服过来 啊能够完成了救赎的工作 啊能够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 所以因为他的肯切祷告啊 流泪流汗哀哭大声的祷告 蒙神垂天 因为这个肯切的祷告啊 这也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说啊 我们说啊那个巴迪玛啊 因为他眼睛看不见啊 他又是一个瞎子 又是一个讨饭的 啊他知道说啊 主耶稣要从那个耶利哥城的城门经过 他说他就大声喊啊 大卫的儿子耶稣啊基督啊 可怜可怜我吧 啊很多人就阻挡说 叫他不可以出声音 啊他说啊 一发大声啊 不怕一切的阻挡 啊后来主耶稣来到那里啊 就站住啦 叫他叫别人说啊 把他带过来 主耶稣说啊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他说我要能够看见啊 啊主耶稣说 按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啊 就说他马上看见啊 他就在路上啊 跟随耶稣一路上一支荣耀归给神啊 啊所以虽然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很多很多的阻挡 但是啊他不怕阻挡啊大声的呼求 啊后来神的恩典就临到他身上了 啊所以圣经里面叫我们要 情词迫切的提前 啊神就会施恩给他 祷告要恳切 诚恳而有迫切 啊我们看最后一个 马赛文26章44节 马赛文26章44节 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 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以先前一样 主耶稣在课心啊 马尼远带着门徒在那里祷告 结果他在那里很迫切 流汗流泪的祷告 啊后来发现说门徒在那边都打瞌睡了 就睡着了 主耶稣叫他们说你们要警醒啊 啊没想到啊因为他们很疲劳啊门徒都睡觉了 啊那耶稣在那里又被他们解醒一次再一次啊 啊他就祷告 说到了第三次他讲的话还是跟前面都一样 而这是一种 嗯心啊不悔心不放弃的祷告 虽然有的人讲说啊主耶稣讲我们不要用很多重复的话祷告 而所谓的重复的话就是一直反复啊讲一些啊没有意义的一些话 啊好像说啊一些和尚在练经啊有口无心啊都造一些东西在那里练练练啊都没有什么意义的东西 啊那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的祷告不是重复没有意义的 因为哈利路亚就是从内心里面啊感谢颂赞神 啊赞美神 因为神是足复得荣耀颂赞的 那我们就不断的一直都颂赞荣耀祂 啊所以这个不是重复没有意义的话 那我们说祷告祈求的事情 啊这也是有需要的 啊虽然一次祷告没有实现 还是继续的祷告不悔心 啊一直祷告啊到神随听应许我们的祈求 所以我们要学习啊不悔心啊无心的祷告 我们看路加福音的十八章 路加福音十八章 那从第一节里面啊谈到有一个妇人 啊这个妇人啊非常可怜她先生不在啦 啊又有人啊处处都跟她作对啊 啊来欺负她 啊她没有身路没有地位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 啊所以她主有求一个官啊来替她伸冤 啊这个官吏啊又是一个啊不怕神不怕人的 啊不尊重人的 啊所以你要找她来帮忙啊根本就是很困难的事情 啊但是这个寡妇啊因为已经没有路可以走啦 啊所以她就来求这个官啊替她伸冤 啊虽然一开始好几天啊这个官吏根本都不理她 啊但是最后她却自己这样讲 啊我虽然不怕神啊我也不尊重人 啊但是因为这个妇人啊天天来麻烦我 啊我看啊我就赶快替她伸冤啊免得她天天来残磨我 啊所以这个官啊虽然是一个不尊重不敬畏神也不尊重人的官 啊一般人很难啊从她得到帮助 但是因为这个妇人啊她不灰心的去要求她 啊所以她后来还是得到这个官的帮助 啊所以主耶稣就告诉我们 说我们的神啊其实跟这个官啊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 我们是他的儿女 啊当然啊他是爱我们的 啊虽然啊他不是马上给我们 马上垂听我们的祷告 啊他就是主要我们不灰心的向他祷告 他已经成全我们的祈求 啊所以叫我们啊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 啊所以我们祷告不是说我祷告一次两次了 啊好啊神也没有听我的了那就算了吧 啊如果我们这样的祷告啊我们没有办法得神的垂听啊 所以祷告要嗯切就是嗯久不变 啊听词不切不断的祷告 啊最后啊神一定会随听我们的祷告 所以罗马斯里面说我们祷告要嗯切 啊不畏心很久的祷告迫切的祷告 啊像以利亚啊他在山上求雨 他说就跪在那里啊躲在两溪当中 非常肯切啊用尽全心在祷告 啊因为百姓啊已经三年六个月啊没有下雨啊啊 啊饥荒非常的严重 所以现在百姓已经回头归向神啊 所以啊恳求神啊能够施恩怜悯他们 啊他还没有祷告之前就说我已经听见多余的详心 这是信心 然后他叫忽然说你到海边去看 啊忽然回来说没有啊什么东京都没有 他说你再去看 他就是在那边不间断地祷告 啊一直到第七次 啊那个仆人说有啦一片小云好像所长这么大 啊他马上说你告亚哈王啊要下大雨啦要赶快逃啦 结果突然间啊风云变色啊就降下大雨来 啊所以圣经里面说啊 伊利亚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 因为他是个义人 所以他的祷告特别有功效 啊另外一个就是他恳切的祷告 因为他的祷告蒙神的应许 所以我们从主耶稣啊跟古圣徒他们的祷告 啊做我们学习的一种榜样 我们可以把一切的需要都告诉神 啊神为随听我们的祷告 赏识我们生活当中的需要 啊是给我们意外的平安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 我们可以请到前面来哈 大家一起同心合意地祷告 请到前面来 拜托臣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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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